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 和大家聊两个新闻 咱们先说高福 这两天高福那可是出了名了 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 说中国最高疾控官员承认中国国产新冠疫苗的保护率低 我大概数了一下像我平时关注的大的中英文媒体对这件事都做了报道 当然标题那是有些不同 我大概数了数大概加起来前后有20几个之多 当然那报道的内容基本都是一致 事后的第一时间高福那就通过环球网和观察者网做了一些澄清 他说呢有关其承认中国新冠疫苗保护率低的炒作完全是误解 是吗 那我们就回头看一看这件事的出处 4月10号在成都举办的第二届疫苗与健康大会上 中共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院士发表了一个题为 新冠疫苗免疫策略与实践的演讲报告 这个演讲报告的要点现在在网易新浪等国内的媒体上 你还能找到当时的报道 高福的演讲中主要讲的是两个要点 第一方面的主要是 说中国现有的疫苗保护效率不高 正在考虑两种解决途径 一是要优化接种程序 这里面包括增加剂次 改变剂量 改变间隔 什么意思呢 原来打两针 那现在我们打三针甚至打四针 改变剂量原来那一针20毫升 那我们现在改30毫升 改变间隔第1针第2针 原来比如说是一个月 那现在我们改15天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改变 另一种解决途径就是考虑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 混合接种 来取长补短 你是灭活疫苗 人家是核糖核酸疫苗 咱们掺和着使来取长补短 来解决中国疫苗现在保护效率不高的问题 这是第1个要点 第2要点呢就是那个mRNA就是核糖核酸疫苗 现在辉瑞 摩德纳他们这些大厂出的都是这种 疫苗 说这种疫苗的给疾病的预防 癌症治疗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无限的发展 空间 说中国呢不能因为有了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 比如说那种灭活疫苗 而忽视了这种 技术 中国必须要搞出自己的mRNA疫苗就是核糖核酸疫苗 这是他说的两个主要的点 其实针对当时高福的这两点思考 当时专家就有人提出你这事不能胡来 你比如说增加剂次 改变剂量 改变间隔的时间 甚至和别的疫苗进行混用 专家讲 这一切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实验的 你不能说你打三针就打三针 因为高福前一阵确实说了这样的话 而且前一阵在阿联酋 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抗体的浓度不够 再打一针呗 可这东西你得经过实验了 你的科学依据你的实验数据是什么呀 你不能胡来呀 当时就有专家提出了这样的 说法 所以说连接当时的上下文 高福当时他确实 是说过这样的话 只不过事后呢看到海内外舆论沸腾 事后的紧急澄清 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电视认罪而已 就是高福说的这个第2点 严格讲也算是有一点勇气 因为在去年年底 高福那曾经公开质疑过那个核糖核酸疫苗的安全性 他们认为那条路你走不通 可是后来辉瑞摩德纳等疫苗取得了成功 那现在高福也调整了自己的态度 呼吁一定要搞出自己的mRNA疫苗 应该说从学者的角度上来讲 那个态度 还是不错的 其实当时高福说的这两段话 刚才都给大家讲了 严格讲没毛病 你比如他讲 国产疫苗保护效率不高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个相比概念 这是个比较性的说法 因为相比辉瑞等其他的疫苗 中国的国产疫苗保护率 他确实是不如吗 这是事实吗 就是现在世界各国有一些零星的数据 你比如说有说保护率有五十几的 还有说有七十几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新闻吗 那现在高福重复了一下这个事实 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世界各大媒体 全把这个当新鲜事说 一下就产生了轰动的效果 按说这话也没毛病啊 你比如说原来我们百分之五十多 我们百分之七十多 现在呢我们要向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学习 我们多打一针或者是调整一下剂量 我们改变一下 我认为高福这话说的没多大的毛病 所以说呢看高福说的这两段话应该说还可以 但是后来的这个澄清就让人恶心 那难道现在国产疫苗的保护率赶上了其他的几款疫苗了吗 所以说后边那个澄清这个反倒是瞎话了 这可就让人看不起 说到这儿呢咱们也多说几句这个中国疫苗 连着两个新闻 先是斯里兰卡 中国援助的疫苗当时到达的时候 斯里兰卡总统亲自带着多位的内阁部长到机场去迎接 但是两天之后 斯里兰卡的药监部门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因为中方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来证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他们不批准接种 所以在斯里兰卡就没有接种 中国的疫苗 紧接着是4月9号 尽管习近平亲自给总统打电话开出了很多的优惠条件 但是波兰政府未能 就新冠疫苗的供应问题和中国达成协议 他不买了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方没有能够提供有说服力的资料 还是资料的问题 按说这事是不应该的 去年9月份的时候 当时全世界有8款疫苗进入到了临床实验 其中就有4款是来自中国 而到现在呢其他美欧的那4款疫苗都得到了世卫的批准 而中国疫苗没有1款得到批准 当然国药和科兴也都表示 当时因为国内没有足够的样本 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国外去做 当时在巴西印尼土耳其 等国都做了大规模的临床接种实验 但到现在8个月过去了 直到今天 没有1款疫苗的三期临床实验资料得到发布 没有任何一款疫苗的资料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评审 没有1款疫苗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证 按说已经有超过25个国家接种了中国疫苗 中国的供应量已经超过了1亿剂 数量应该足够了吧 这样本也足够大了吧 但为什么就是不公布这个三期临床的资料呢 那现在唯一的解释 不是没有 而是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太低 实在是拿不出手吧 没有科学实验的结果 又没有领导人来带头接种表示支持 那你凭什么让人们相信这个疫苗是有效的呢 现在的那些对中共还不怎么了解的外国领导人还都傻乎乎的带头接种呢 而国内一向爱党爱国爱习近平的那些中国人其中包括很多的小粉红 对这样的疫苗现在反而都敬而远之 加上现在什么史无前例的送鸡蛋 送奖券等各种各样的奖励 这看着更是让人发毛 共产党跟老百姓从来也没有这么客气过呀 所以说看着就更不像是好事 当然国内的情况咱们无从了解 我在这能做的还是给大家通报一些在国外使用中国疫苗的情况 先说一个新闻 马来西亚媒体叫中国报有这么一个华文媒体 他的新闻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证实 有四位中国公民在入境的时候被检测出阳性 这四个人中 三人接种的是国药的新冠疫苗 一人接种的是科兴疫苗 什么情况 四个人等于4比0 中招率 百分之百 而这里边耐人寻味的是 以前中国呢一直说啊有病毒 那都是境外输入 而现在变成了自己向境外输出 那你自己国内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中国国内到底还有没有疫情啊 为什么你这接了接种了疫苗的人出国还呈阳性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说接种中国疫苗的国家咱们说是欧洲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疫情现在依然非常的严重 开始接种中国疫苗近两个月后没有任何的改变 基本还都在那个高位 说到土耳其现在可厉害 4月10号土耳其创了历史的记录 一天就有55791人确诊 达到了历史最高 说南美 治理 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助理主教两个人都确诊 两个人都接种了科兴疫苗 在3月11号两个人打的第二针 到现在这都一个月了 还是没有抗体 两个人都中招 要说一个人你还可说 俩人都中招这可不是偶然因素 说到治理呢在4月9号又突破了新的历史记录 一天就确诊了9151人 说到治理的教训太惨重了 治理目前的接种率世界第3 领跑所有的美洲国家 但是从2月份接种以来确诊数增加了两倍多 现在总的确诊数已经突破了100万 专家们总结这次的教训说 是快速高效的疫苗接种运动 给了治理政府和民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这是主要的原因 以为疫苗会带来群体免疫 治理政府那就放宽了对旅行商业和学校的限制 民众的在接种疫苗之后也普遍认为大流行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结果大家这一放松 这才导致了新确诊感染和死亡人数的急剧的上升 死人死多了 而且现在的医疗系统也再次 出现了崩溃 治理医学主席痛心的讲 没有人质疑疫苗接种运动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但他向人们传达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民众认为既然已经接种了疫苗 新冠大流行就要马上结束了 但是没有反而更厉害了 说到治理的故事那就跟中国内地以前的那个十大疫苗事件 是一样的 都证明了一件事 这个疫苗 它是个良心工程 疫苗无效那就是谋财害命啊 这就是间接杀人呢 治理大学最近公布了针对治理全国接种数据以及感染率进行的一个研究结果 其中显示 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两周之后 预防病毒的有效率仅有4% 我看到有一说仅有3% 估计是个三点几吧 当然这个呢我不是很 确认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治理政府应该向科兴索赔 应该和中国打官司 您才3%4%的有效率 您这叫疫苗吗 还不如喝凉水呢 你这害人也太狠了 同样是南美在秘露 4月8号也创了疫情以来的最高历史记录 当日确诊达到了19271人 比接种前翻了一倍多 巴西 4月10号 再创历史的第2高 当日确诊达到了71832人 当天就死了2616人 说到巴西那是使用中国疫苗最早的国家 在那搞了很多的试验 那现在疫情当地媒体的报道一句话 已经失控了 说到非洲呢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现在仍然处在历史的高位 居高不下 出到亚洲蒙古 4月8号 再创历史新高 单日就达到了1268人 菲律宾4月10号历史第2高 单日就达到了12655人 当地媒体的报道标题是 马尼拉疫情告急医疗系统 濒临崩溃 其他的亚洲国家像巴基斯坦印尼等国 每日都在4000例以上 仍然处在那种恐怖的高位 综合上边的这些数字 中国疫苗的保护率很低 但是他们给所在国一个巨大的误导 大家以为接种了 接种了疫苗吗 以为就没事了 就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 但结果没想到 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爆发 如果没有疫苗的话 大家呢还戴口罩还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等等 可能还未必能到这个 程度 但就是因为有了接种疫苗这个误导 反而使大家放松了警惕 结果就导致了更惨痛的 一个大爆发 说到疫苗呢 这可是个良心工程 看着眼前刚才我给大家通报的这些数字 就在官方的网站上摆着 那中国的那些业内的工作者 难道大家就一点良心都没有吗 像这样的疫苗在国内 你们还逼着大家打吗 如果到了今年冬天 以为接种了疫苗就没事了的那些人们 再次发生大爆发的话 那你们这些从业人员 你们有何面目面对江东富老 面对家乡富老 人命关天 这种事他能讲政治吗 所以说呢我也不知道那高福一开始说的挺好的呀 为什么要给澄清一下 当然前面他说那段世界格大媒体报道他后来澄清 也就没人给他报道 人都知道你这就是电视认罪 来吧咱们说下一个新闻 新华社4月11日的报道 国内的能源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 持续上涨 尤其是铜铝钢材等制造业的原材料 和去年的同期相比 期货价格的涨幅基本都在 50%以上 现货的价格也都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现在涨价的影响正在沿着产业链在逐步的传导 影响面最大的当属家电行业 家电的原材料成本 占超过60%的比重 对铜铝钢材塑料等大宗的原材料 它的需求量是最大的 从去年年底开始家电行业已经开始宣布集体涨价 结果到了今年的一季度 多家的龙头企业是再次提价 幅度都在10%以上 汽车也是波及较深的一个行业 因为它用钢带原胶PVC这些主要的原材料嘛 结果这些原材料和去年同期相比 也上涨了20%到30% 在这么一片掌声当中 4月8号国务院沉不住气了 召开了第50次会议提出要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特别是关注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原材料的大宗商品刚才说还有农产品等等这一系列的 都是这么个涨法 包括能源 这意味着什么呀 像这种基础材料的涨价 这就意味着一涨百涨 说到这个涨法呢企业根本是无法消化的 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涨幅 企业消化不了 这就意味着 这要摧毁整个的制造业 这就意味着全方位的通货膨胀 那有朋友到这一定奇怪了 你说你原材料疯涨到了这个程度 作为制造业根本就没有办法赚钱嘛 那你政府靠什么来维持经济发展的呢 还正好前一阵也有数字就出来了 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 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 达到了84142亿元 同比和2019年相比 增长了15.9% 是再创历史的最高 这也是土地出让收入首次突破了8万亿元的大关 2020年全国土地收入 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46% 全国的总的财政收入 卖地就占了46% 卖地占到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 84.03% 比2019年的7.8万亿多出了6000多个亿 卖地的钱那是地方GDP的支撑 那是基建债务水利教育医疗等资金的重要来源 所有这些钱啊这些部门都指着卖地来养活 原材料这么个涨法的制造业肯定是不行了 说到2020年 最暴涨的行业就是房地产 它贡献了7.3%的 GDP 官方数据显示 2020年房地产占GDP的比重 增长到了 7.3% 2019年的比重是7.0% 房地产创造了GDP的7.3%什么意思 这个数字那是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是一个大的行业 是这个行业的1.96倍将近两倍 同时这个数字也超过了建筑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等十几个行业 我想通过新华社的这个新闻 大宗原材料疯涨五成以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的中国经济 处在怎样的一个畸形疯狂的状态 国家财政的近一半实际上靠卖地 地方财政的八成以上也要靠卖地 这就是中国经济 目前的真相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再见